大家好 我是蔡英文 12月18號星期六就要公投了 這一次的公投不是黨派之爭 是要決定現在我們正全力在做 有相當進展的能源轉型 供電穩定 全球經貿佈局 以及民主深化等四個政策 應該要繼續往前進 還是要停下來 我的立場很清楚 既然國家的路線證券 在全球政經局勢變化劇烈的此刻 就應該要把握時間向前走 不要反覆猶豫 因此我主張四個不同意 台灣更有力 如果你認同我的主張 我要向你說一聲謝謝 謝謝你考量國家發展的情勢 做出了現階段最好的決定 如果你還有一些疑慮 那麼也請聽一聽我接下來想要跟大家說的話 我知道有些朋友對某些價值有相當的堅持 但我想跟大家說 這四個公投題目 並不是獨立的四題 而是攸關國家總體發展 同時也攸關現在正在執行的政策 是不是得停下來 甚至會倒退的問題 我是總統 我的工作就是在互相衝突的價值中 找到雙贏的策略 或者從國家利益角度尋求最好的平衡點 或許這不會讓每一個人都滿意 但只要對國家整體發展最好 我就會承擔下來 最後我還想提醒大家 公投投的是政策 政策沒有顏色 政策是要決定國家發展的路線和方向 如果你也覺得現在國家發展的方向是對的 有利於台灣走向世界 那麼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投下四個不同意 12月18號 我們一起來用手上的選票 穩住國家發展的方向 一起讓台灣更有利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